大家请注意在10月11号吉兰班州渔民办事处警告大众 停止捕捞销售以及食用来自于松埃根丁顿巴的贝克类 因为松埃根丁顿巴的贝克类已经被一种藻类污染了 而这种藻类会产生很强的毒素 叫做食防哈毒素 英文叫做soxytocin 那么如果你不小心吃到这些被污染的贝克类 你会有很多不良的症状 就比如说恶心 呕吐 腹痛 刺痛 口腔发热 麻木 瘫痪等等 在严重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导致在12小时内快速死亡 而且这种毒素是没有味道和颜色的 那么单靠观察是不能察觉到 它到底有没有被那个毒素污染了 那么煮久一点能不能破坏毒素呢 答案是不能的 不管你怎样煮都不会破坏那个毒素 即使你放了酸性的成分 例如柠檬 酸干 醋等等 都不会破坏毒素 也许你会想你可以买来煮汤 不吃那个肉 只是喝汤而已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哦 因为这个毒素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一煮汤的时候 连那个汤也是有毒素的 还有要注意的是 不只是这个血格而已 其他的贝壳类 比如说蚝 牡蛎 拉拉 罗卡 等等 只要是来自于顺爱跟丁东巴的 都暂时不可以吃 那么几时才可以吃呢 那么就要等吉兰丹州 云民办事处的通知 那些想要吃贝壳类食物的人呢 可以先询问食物的来源 那么只要不是来自于顺爱跟丁东巴的呢 那么都是可以吃的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保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